生養生密碼 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睡覺睡到一半 或者是運動到一半的時候 小腿就突然抽筋了 到底這在冬天小腿 真的比較容易抽筋嗎 還是有什麼樣的原因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台北市物理指導師工會理事 蔡宗憲 蔡指導師來到節目現場 指導師早安 早安 大家早 好 首先我們來聊聊 小腿常常抽筋 應該是很多人 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到底為什麼是小腿抽筋呢 是 因為其實我們小腿 大概也算是我們身體上面 非常常活動的一塊肌肉 是 尤其是冬天的天氣冷 其實對我們肌肉的活性來說 會變得比較 會有影響 然後再加上如果說 我們的肌肉並不是在很暖活 血液灌注很循環 很好狀況之下 我們就突然一個動作的話 其實它是非常容易 會引起抽筋的現象 是 所以說半夜被痛醒的話 代表說 和你白天的活動是有關係的嗎 其實它關聯性很多 可能跟你平常就是說 我的水分喝得比較少 我的電気質可能比較不平衡 這個有關 可能在晚上你不活動 它反而會抽筋 有可能也跟氣候比較冷有關 太冷了 然後你的腳會抖 縮 就會突然抽筋 甚至有的時候是你白天 其實你使用它已經有點過度 比方說穿著高跟鞋 踮著腳走路 或者是說你平時就是運動的 很習慣運動的人 你可能有去跑步 結果這樣子的使用的量過度了以後 結果在水裡面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抽筋的問題 是 抽筋真的是抽起來 真的是滿痛的對不對 當下發生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怎麼樣做處理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就是說 當下發生的時候你先不要急 就是盡量做一個反向的動作 因為我們一般的小腿抽筋 一定是會伴隨我們的腳板往下踩 因為它腳肌肉會縮緊起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趕快做一個反向的動作 但不是用力硬拉 就是把腳底板 對 先撐住 撐起來 對 撐住 因為其實肌肉 它在做這個抽筋動作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時間性 當它這個裡面 該作用的反應的一些東西 反應完之後 它的抽筋的現象就會趨緩下來 所以你就慢慢的壓著 在不影響 不硬去跟它拚的狀況之下 它肌肉就會慢慢鬆開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這個時候如果已經結束的話 你也不要貿然就開始動 因為有可能你再動一步 它又抽筋 對 所以大概要休息一下 然後盡量 比方說像冬天如果在睡眠中的話 就用棉被把它包好 讓它保暖 讓它循環再好一點 這樣抽筋的現象會再更少 然後再搭配 比較適當充足的一個飲水的部分 所以其實如果偶爾才發生的話 可能就還好 但是可能很多人 他可能是常常抽筋 常常抽筋 這樣的話就需要看醫生了是不是 對 這種情形 因為有很多種可能 包括有可能是心臟病的問題 有一些人可能是心臟有狀況的時候 他也會容易在半夜的時候抽筋 可能還有一些 我剛剛講過的 電解質不平衡的問題 這些其實就要透過醫師的檢查 才有辦法確定 確定了一個原因之後 去做一個處理 其實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這樣子反覆的一直出現 所以就是在治療上的話 會特別比如說用藥嗎 還是做一些什麼復健動作 一般我們來講就是說 如果它並不是平凡規律的產生 然後如果又不是檢查出來之後 因為沒有特別有一些心血管的問題的話 通常用伸展 平時多做伸展的效果就會很好 可能會搭配一些像鈣的飲食 就是增加鈣的一個攝取 其實它都有助於減少我們抽筋的現象 像抽筋的姿勢 在伸展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做 比方說像把小腿往後的弓箭步的姿勢 當然只要靠著牆壁 做伸展的動作 把小腿的肌肉完完整整的伸展開 再搭配一點點腳板的活動 像這樣腳板的活動 動一動的話 其實它的循環會更好 它的狀況就會更好 好 所以就是多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對 還有包括一些活動 讓它的循環增加 如果是可能比較容易抽筋的民眾的話 那他平常生活當中 是不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哪些動作就最好就不要做了 其實一般還好 我們看到大概抽筋 不是很頻繁的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你就是平常就是喝水 就是注意飲食的攝取是均衡的 其實就OK 可是有一些狀況 就是我剛剛講的 像心血管的問題 這個就真的要很小心去檢查 才能確定 所以平常的這種保養 就是建議要做多一點的伸展 跟保暖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是 好 如果常常有這樣困擾的話 就不妨去求助一下醫師 今天非常謝謝治療師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先來看 兩會兒 快點